東京奧運延後連帶影響不少事情 六強一棒球資格賽是其中一環 圓令6月17號在台灣舉行的資格賽 將會延期 WBSC執委會昨天也透過視訊會議 討論相關議題 最終資格賽必須要等每週那個資格賽 那兩隊打出來 我們之後才打 那當然WBSC那邊認為是 奧運會應該是在5月或是6月開打 那如果你那個時期去算回來的話 我們必須要在1、2月份之前 就要報給這個國際奧會 有關於那6支球隊要參加奧運會的 等於你必須要在這個所有的資格賽 在1、2月份必須要全部辦完 奧運登場的4個月前 要確定各國參賽名單 加上不想衝突 明年3月的世界棒球經典賽 也讓資格賽有可能安排在年底進行 明年2021的3月也有一個經典賽 不希望我們的這個奧運資格賽 跟他們有任何的強碰的狀況 當然也有一些說法就是 不要影響今年的一些直棒的球技 看可不可以在11月打 他們球技結束後 如果像球技結束之後 就跟去年12搶回貪命的話 其實也是對選手的手感還是維持住 相對的也可以更多的好手可以做溝通 跟國際棒友我們這邊宣布6搶運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開始跟體育署這邊充斥 再送主訓的計畫修改 各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冬奧時間還是未知數 可以確定的是最終資格賽仍會在台灣舉行 一旦接獲國際棒總下一步消息 聯盟將迅速擬定組訓新計畫 YTV新聞採訪報導